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国会开幕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投票选出这个议长 然后这一个就是对安华政权的第一个考验 还有第二个考验就是安华首相的新闻东一 但是在这之前要先选出议长 然后这个安华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这个议长的选举 因为执政党会派一个人选出来选 反对党也派一个人选出来选 这里就要看谁赢 不是单单看谁赢罢了 因为赢了安华这边是肯定赢 过半是绝对没有问题 大家其实只是在看安华到底可以拿148张票 100分满分 大家只是在等着看这个东西吧 结果答案出来了 安华 过关了 而且是100分过关 你看到他147张票 不要紧张 还有一张票哪里了 少掉的那一票啊 不是什么问题人物 他就是 图保党的其中一位副部长来的 他是有官职的 所以也不用怕他会跑票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确信了 那个 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是做着副部长的人 他应该是不会跑票的 总共148张票 没有跑票 啊这一个已经是事实了 啊 在这之前呢 有很多人呢 啊 都不断的质疑安华呢 到底有没有这个 Number 啊 在质疑呢 安华呢到底有没有本事呢 筹到148票 啊到底呢 啊那些的国阵啊 GPS啊 里面的人啊 会不会抽安华的后腿 啊你真当安华这个月里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吗 哈 OK 我也做了很多视频跟大家分析了 啊 现在呢 安华呢 他自从他的内阁 部长跟副部长的名单出来过后呢 他这个团队呢 已经是非常的稳了 再加上 啊 上个150 前的那个合作协议过后呢 是稳到不能再稳了 啊 在政治里面呢 啊 是 每一秒钟都在改变 啊都在变换了 啊 现在呢 他的变数呢已经是非常的少了 啊 之前可能怕国阵会出走 啊 然后GPS会出走 啊但是现在呢 情况已经改变了 为什么 啊 首先呢 这个国阵呢 起码要等到阿曼扎黑的巫统的党选过关了 后我们才知道有什么变化 啊 在这之前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至于GPS那边呢 啊 之前呢 我是认为GPS随时会有走的可能 即使到了昨天呢 我好像看那个新闻 GPS那方面也说他随时会走的 只要他们被亏待他们随时会走 这是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但是呢自从我看了到那个 呃部长跟副部长的名单出来过后啊 我知道东马是不会走的 整个东马 分了 18个正副部长去的 我们只有55个正副部长 罢了 他东马已经分了18个了 啊 这种待遇呢 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 我相信即使他们那如果去国盟的话 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所以呢 现在东马是稳的了 只剩下国阵 看半年后 阿玛仔的当选怎么样 所以呢 我最近这几期视频 我跟大家分析了 我对安华有信心 148票 结果今天的成绩出来咯 所以之前那些人呢 至于安华绝对没有这个 number的今天就被打脸了哈 安华的确有148票 啊 这只是第一关 啊接下来还有第二个讨厌的就是安华 首相的信任东西 啊 如无意外的话 如果 今天的成绩在copy and paste 一轮的话 就是148票 148票是非常重要 因为148票 刚刚好过了三分二的门槛 只要有三分二的门槛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重划选区跟增加选区 这样的话我们下一届就跟这个国盟了可以来一场公平的竞争 现在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啊 因为呢你去看一下国盟赢掉的那些马来区 啊 一万人两万人啊 三万人就一个选区 啊 然后西蒙赢了那些华人选区城市选区 整20万个人一个选区所以是不公平的 啊 虽然我们是职人党但是啊 还是不公平的这个游戏 啊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游戏规则变公平来 啊 大家公平竞争 啊 这个我们就要看但是呢 重划选区呢 啊 并不会太快 因为呢他八年要选 要划一次 上一次划呢 是啊 短年2017年的时候划 啊所以呢多一个八年的划最快也是2025过后 啊所以没有太快 啊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是真心的 祝福一件事情 就是呢我希望西蒙148个国会员呢 啊 健健康康 长长命命 至少要 活过这五年 千万不要半路有什么东瓜豆腐 如果半路有什么东瓜豆腐 有补选的话 然后又输掉的话 拜拜三分之二没有掉了 啊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啊 想向安华做一个小小的建议 安华啊 你现在好教所有你旗下的国会员啊 全部去做一个 健康检查 啊 非常仔细的健康检查 尤其是心脏方面的 啊 全部 check 好好来有什么病快点治 啊 怎样啊 都要活过这五年 啊 这五年不好有出任何东瓜豆腐啊 经不起啊 真的是 啊 好 总的来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看安华 第二个考试 就是他的首相性的东西 啊 我们这里呢 大家都希望他 有148票 100分 满分过关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